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现在这个开始 我们待会受了三规之后 你就是佛的学生 希望向佛看齐 那么你要如果向佛看齐 你要先看看佛陀的这一生是怎么过 所以有机会的话 佛陀的传记记得要看一看 要了解你的老师 他的来历 他的资历 他的学历如何 你才知道我要跟他学什么 所以当你看了佛陀传记 你才知道佛陀 为什么他舍弃世间的一切的荣华富贵 追求正觉之道 受三规之后 各位就是三宝弟子 也就是一个标准的佛教徒 那么既然我们成为佛的学生 接着该怎么做 接下来这四句话很重要 请大家看第五项四宏试愿 这是每个佛弟子入门以后 不断不断的追求的四个目标 第一个 众生无边试愿度 各位 我们刚刚说了 人生很多的十项是以苦为主 主要的这个成分 自己苦 但是我们仔细观察 我们的亲朋好友也在苦之中 甚至从你的亲朋好友往外扩展 原来一切众生大多都在受苦 所以我们要发愿除了帮助自己 也要帮助他人 这是佛弟子该有的胸怀 而不是独善其身 你一定要想到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忙 那为什么需要帮忙呢 各位啊 你能够活在这个人间 是一切众生的因缘聚合 由于每个人付出他的力量 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世间生存 所以我们要发愿 每个众生对我都有恩 都有因缘 所以我一定要帮助每个人 但是怎么帮助啊 第一个 你要先帮助自己 如果你自己都救不了 你要怎么帮别人呢 所以第二个 烦恼无尽试愿段 把自己的烦恼先减少 把你的习气降低 但如何能够把烦恼习气降低呢 我们有一句话叫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啊 好多习气很难改 怎么办呢 各位 学习佛法 只要你学习佛法之后 你就知道 原来这个习气也不是真的改不了 只是自己不用意去改而已 只是自己放不下罢了 所以学习佛法以后 你慢慢地就能够把自己的烦恼习气降低 你自己就快乐了 当自己快乐 你才知道原来快乐是这么一回事 原来所谓的法喜充满是这么一回事 你才能够将这个你所的经验 分享给其他的人 能够将这个前面的三个方向做好 最后呢 佛到五上誓愿成 总有一天呢 我们能够走向跟佛的脚步相同 总有一天呢 可以成佛 而不是永远当佛弟子 就像学校一样 现在我们是学生 有一天你只要努力读书 你也可以当教授 当老师 到那时候啊 你真正的才是 明白了你的生命的意义 你才真正的认识了自己 这是我们佛弟子啊 穷尽一生 没事啊 努力学习的目标 感谢观看